好運到 觀眾朋友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平安順心 我是大盜 貴尼西亞 過年期間修這麼多天 很多人都會計畫出來走走 有沒有發現 今天我們帶大家到這邊 很開闊很漂亮對不對 而且這個風還滿大的 穿得有點像蕭帽一樣 那邊好像有人在收眼耶 我們是不是可以下去這個 試試看親近一點 體驗看看好不好 是從這邊可以下去嗎 阿貝 哈囉小姐小姐 不好意思不能下去不能下去 堂叔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電視台的啦 這邊好漂亮喔 是不是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這邊叫做什麼 不好意思我不太會念 井宅角嗎 井宅角瓦盤岩田 井宅角 那台語怎麼說 台語的話是 坐牙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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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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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真的是門很深的學問耶 可是瓦盤是什麼意思啊 瓦盤是什麼意思呢 在七谷阿青昆森那邊 是屬於土盤岩田 它下面 土盤 對 土盤 就是它下面這個叫結晶格裡面 是沒有鋪任何東西 是直接用泥土的 所以它結出來的鹽會黑會髒 但是在井宅角呢 我們下面的結晶格 也就是這一瓷一瓷的叫結晶格 結晶格下面是鋪瓦片 早期是鋪瓦片 現在是鋪瓦片 結鹽的時候呢 它會直接在瓦片上面附著 它就不會去沾到泥巴 鋪瓦片 鋪瓦片的結晶鹽 比較乾淨雪白 而且經過日曬 現在大家都說天然的最好 據說很受歡迎呢 既然都來啦 當然要換上雨鞋下海 下田去試試看囉 這支叫什麼 這支做鹽瓦 因為我們的鹽收 一定要用竹子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用金屬的話 會把我們下面的瓦盤 給撞起來 看阿伯在推好像很輕鬆 可是其實 要有一點力耶 而且 對 而且它其實下面是一格一格的 沒有 不是平的 所以不是想像中那麼的 容易推 對 沒錯 而且你推到最後 會越推越重 那已經我們逼到已經不行了 台南北門的鎮壓咖瓦盤鹽田 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從1616年至今 主要生產的是食用鹽 因為製程耗費大量人力 生產的鹽格外珍貴 阿伯 你會痛嗎 來 往我 先放下去 先放下去 對 好 來 你蹲下來 我蹲下來 對 你蹲下來 然後單肩扛 對 單肩扛 對 好 然後前面抓這個 前面抓這個 對 抓兩邊 要抓前後喔 等一下 我沒有平均 OK嗎 好 來 這樣子有60公斤嗎 沒有 你不到 我本來想說 我扛氣比我重了 沒有 這還不到 阿伯 這樣多重 這樣多重 你20-30 要20公斤而已 20-30 單肩扛重物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您也想體驗 記得先打電話預約 蛤 挑鹽挑累了 這邊還有鹽乳豆花可以吃 又鹹又甜 滋味好另類喔 只是我的巴豆 實在太餓了啦 我們趕快來去吃好料的吧 哇 實在是太香了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來 如果不是戴著口罩的話 老闆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你們的特色料理對不對 對 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這邊 大部分都養殖虱目魚 所以呢 我們的餐就主要是 針對我們的虱目魚 風味餐為主 像這一道呢 就是我們用在地的無刺 虱目魚 它為什麼無刺呢 就是用人工的方式 把刺全部都抽光光了 人工 這樣用一尾 把它刺都去除要多久啊 一般來講 我們像我們食物比較厲害 差不多八分鐘左右 八分鐘 八分鐘 把魚刺都弄掉 對 所以一小時 也算沒幾隻 所以這算人工量產 非常珍貴的一個食材 然後這一道也是很厲害的 叫做虱目魚香腸 裡面全部都是虱目魚嗎 沒有沒有 它也有加豬肉 因為它全部如果都虱目魚的話 我們一般灌不太起來 嗯哼 那它的做法是不是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就把它換個方式 我們先把它切 切好了 切斜片之後 再下去翻炒 那個香腸很快就熟了 翻炒之後再加入我們的食材 起來的口感就會像這樣子 比較Q彈一點 好好好等一下一定要 然後這一道就是我們 就是最近很夯的西瓜棉 西瓜棉 是什麼什麼什麼棉花還是海棉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我們會選用我們大顆 大顆那個紅色的那個西瓜 小顆的時候 我們以前農民為了蔬果 會把它剪掉丟掉很可惜 我們就去跟它要 我們就我們當地的鹽巴 因為我們這裡的鹽巴很多 用鹽巴去叫它 就是把它 醃製 對 削皮發酵之後 它就變成一道 可以加在我們的蛤蜊 或者是一些我們的食材上面的料理 西瓜用起來是味道會比較不一樣嗎 比較不一樣 而且它會比較回甘 對 會滴滴會回甘 哇 太厲害了 口感吃起來也會比酸菜脆一點點 老闆友志哥是道地的北門人 除了好手藝之外 他還跟父母家人一起經營民宿 主打的也是現在最夯的老屋活化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 發覺到我們的廟這麼大間 人應該很多 可是後來問爸爸 他說很多人口都外移了 因為延夜的沒落 我是想說這個村子可能要經營民宿 可能會很困難 於是我就去比較早期的民宿去參觀 結果我發現到說 我們這裡的天然資源 比他們 我自己覺得比他們好很多 就開始會開始慢慢整理 我們這個村子的這些老房子 整理好了之後 其實也蠻多人來參觀 他們都很驚訝 說 咦 一間一間延夜的房子 我就可以改成這樣 這裡原來是台延宿舍 經過老闆橋手改造變民宿 近幾年在市府輔導下 不少青年返鄉 其中申請開民宿拼觀光 比起先前還多了三成 台南市府因此獲得 政院頒發政府服務獎 後來我們台南市政府這邊 就這幾年來 就開始積極地輔導 我們這一些 想要經營老房子的 這一些年輕人或者是業者 開始怎麼樣去把它合法 除了觀光 台南北門也是三把魚的故鄉 市面上平均兩尾施木魚 就有一尾來自台南 2021年在市府協助下 成功把施木魚加工品外銷美國 2021年的時候 台灣首度不只是施木魚外銷到國外 而且是打進美國市場 總共1400箱的施木魚肚 還有整尾除刺掉了 無刺的施木魚的產品 能夠銷到美國 那出口的公司呢 也獲得這個三項國際認證 所以保證第一個是安全的 第二個是美味 第三個 又是這個無毒的 如果施木魚把它加工 加工成一些成品的話 它是其實是一個 魚類的很好的營養來源 來到台南除了好吃好玩 有個地方一定要去 就是拜拜 求好玩 首先歡迎各位 來到南軍新台天府 在我們這個所在地 很幸福在這裡 就是我們每一年 在整個車開辦一個月 叫做出車雅工燈平安酒 就是在雅工頭 然後柔火 腳打七千頂 走到雅工燈出來 這樣這個 改運了 2022年剛好是南昆生 戴天府建廟360年 到這裡求個財運 準沒錯 來 來 這裡有金錢壁 金錢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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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九五至尊金錢壁 這五至九五至尊金錢壁 九五至尊金錢壁 這錢錢相扣 來 一個扣一個 所以說你直接摸他來 要穿那個 要穿那個 摸摸摸 雙手 慢慢摸過來 一摸 來 到這裡 手 掉下 掉下 這樣 好 要穿到這樣 想要求個好姻緣的 這邊還能拜月老 如果已經有另一半 也能祈求感情和睦穩穩定 除此之外 這裡居然有所謂 本土財神爺 一般去拜拜都是 蚊爺 土地公 我們這裡不一樣 我們這裡不一樣 我們這裡是萬仙爺 我們土的財神爺 所以說 求發財金要發財 都會來拜萬仙爺 這尊萬善爺 小姐喜歡吃甜食 拜拜可以帶點糖果餅乾 相信心成則靈 小姐看我這麼虔誠 應該會讓我發大財吧 而且有句俗話說 遇水則發 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去搭船吧 我們園區的行程 是在兩百多年前 因為集水溪跟巴掌溪的 出海口衝刷出來的一個沙洲 那面積有大概兩百六十幾公頃 裡面原來遍布的都是 就是我們政府整個的話 全部都是種植那個防風林 因為我們這裡 地層下限比較嚴重 慢慢的沈下去以後 海水就進來了 海水進來後就把 紅樹林的種子也帶進來 哇 難怪這一大片的紅樹林 夾雜不少乾枯的防風林木 顯得格外有風情 怎麼拍怎麼美 這裡不只能搭船 還有木栈道可以散步 北側步道全場七百五十公尺 然後你可以在步道裡面走 是一個綠色的隧道 那裡面呢 我們有四種紅樹林的生態 然後呢 在步道下面還有招潮蟹 因為它隨著脹催草 會有海水進來 那在我的南側那一段木栈道 因為颱風的關係被吹了 被吹壞掉 那我們市府 也對我們也是大力幫忙 所以它今年 它編了兩千五百萬的預算 那供期在今年的六月 應該就可以全部的完工 凱哥說清淨大自然 當然不只如此 海邊因為光害少 所以他們特別設計 隔音絕佳的星空障 讓您可以舒服的 躺著數星星 數到睡著 台南好玩的還有很多呢 休息一下 待會兒帶您去賞月亮 其實 鹽水以前叫做月經 因為流域蜿蜒像彎月一樣 而叫做月經 是清朝的時候 台灣四大商城之一 你知道嗎 一輔二路三蒙甲四月經 那為了呼應月經港歷史文化脈絡呢 加上月經港登節歷年以來 都是用月亮發想來做作品 因此從2020年開始 有月之美術館的設計 喔 原來如此 我還以為 這邊跟月光仙子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鹽水不只風泡 市府和在地藝術家合作 把整個鹽水打造成月之美術館 還推廣月美行動 每年在月經港登節前夕呢 我們先在鹽水的街區 巷弄推出 漫月美行動特展 什麼叫漫月美行動特展 就是讓遊客呢 深入認識鹽水的文化底蘊 是以五個巷弄 就是懷舊的老街為出發 然後去做藝術作品的裝置進場這樣 對 那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裝置的模式 就是去讓這個地方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可見度 像這條王爺像廟前廊道的空中掛了460盞 附近居民和小學生親手彩繪的平安燈籠 因為疫情可能帶來了很多的大家的不安或焦躁 所以我們今天是以平安為出發 然後跟月資本美術館配合去做了一個平安的設計的燈籠概念 然後去找了大概七八所國小 然後跟地方的居民 然後就是大家一起共創 所以每一盞燈雖然都寫了平安 可是它的圖案都會不一樣 因為是每個人不一樣的創作 就是每一個小學生或者是地方居民不同的創作 我覺得鹽水目前有一個好處 因為月經港燈籠姐走了十年 那這邊有十年的培養之後 其實地方居民對於藝術的接受度其實很大 那參與度也相當的高 那像今年平安的燈籠 其實是很多單位自己來要求我們 發想 他們希望他們也可以參與 所以我們就一直加數量 一直加 所以才會有四百多 對 就因為居民的接受度高 鹽水老街的街頭 好多地方可以看到這一位兔大叔的身影 這一隻的名字叫兔大叔 那是今年月之美術館特別去委託我們去設計的一個虛擬的館員 對 那它是一個中年大叔的概念 它就是一個跟大家生活一樣 它就是一個正常在美術館上班的上班族 整個鹽水老街就是美術館就是兔大叔的館區啦 您瞧瞧它那副厭世的模樣 跟大家日常生活有像嗎 唉唷 別這樣嘛 逛累了可以坐在改造的老屋裡喝杯飲料喔 我是屏東人 對 那我是之前唸書的時候有參加過月經港登節的整建的學生 在後來的時候就是這個地方有開始發展就是藝文產業的部分 所以有這個機會就是寫計畫進駐到這邊這樣子 那這個空間的話是由文化局去整理出來的 這個獨特的空間裡有青石 有音樂 還有在地藝術家的文創產品 我們去把就是在地藝術家的作品去轉化成文創產品的形式 那其實因為月之美術館的概念是 它很多作品都是散落在老街巷弄 那大家比較難去就是留下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是就是跟他們合作去製作這個小小的徽章 然後讓大家就是比較像是說你到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紀念品可以帶著走 岩水老街的街頭隨處可見裝置藝術 舊建築的外牆掛著代表店家的特色燈飾 這也是先前月經港登節的作品呢 來這裡逛逛要有T2的心理準備 因為這座美術館實在太大了啦 整個作品是由兩個大的湖面去進行編織然後去堆疊 那希望透過不同湖形的高低差去創造一條光線落在地上 對那我們在這件作品運用了大量的竹材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家自己本身在月經港 那我們家以前後面是竹林 那因為月經港改建之後我們的竹林被撤掉 所以我們就希望這件事情可以被延續 因為那是我阿公留下來的一個遺產的概念 這個作品不只白天夜晚呈現不同的風貌 創作者也想傳達月經港的歷史故事 透過竹材去運用堆疊跟多層次的手法 想要去講述台南岩水的月經港 其實在更早之前它是一個河水的流域 可以希望創造一個像種子一樣的造型 然後把所有的人都包含在這一座城市裡 透過創作展現在地文化 也讓整個鹽水像老烏活化一樣 除了歷史韻味之外充滿了生命力 生命講究永續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去看看 這一間在高鐵站旁 據說非常厲害的套題杵喔 嗨 你好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我的家 聽說這個房子超厲害 厲害在哪裡咧 終於到這裡了 幫我們請小林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這個房子厲害在哪裡 嗨 大家好 這個房子是我們在綠能科學城裡面 所建構的台灣的南部建築裡面的 靜林耗能屋 靜林耗能屋是什麼 可以吃嗎 好了 我知道 不就是加裝太陽能板發電自己使用嗎 我們這邊有特別加裝的儲能系統 所以它可以把電儲存在我們自己家裡面 在能源效率端呢 我們透過了我們自己開發的能源管理系統 它可以即時地去預測跟即時地去偵測 整個家庭裡面的用電的狀況 以及產電的相關狀況 來去透過裡面的運算方式 可以即時地去把整個家裡面的用電設備 做到一個最佳化的節電的一個程度 我現在要介紹給你看 這個是我們工業院開發的一個 燃敏太陽電池的一個技術 因為它可以在非常微弱的光線之下 它都可以吸收太陽光 然後進行產電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窗簾它是完全不用插電的 就可以自動地上下了 這個電動窗簾馬金李嗨 透過兩個小小的太陽能板 就算陰天也能吸收光線產生電能 就更不用說園區外那一棵超級大的太陽能裝置藝術 這是我們的地標太陽能樹 那它的特別的地方是它高20公尺 它是由一個樹冠跟三個勞取的樹徑所組成 那樹冠的部分就是有156片的 300瓦的太陽能板 這棵白色的大樹 三條樹徑分別代表 經濟 環境 教育 透過上方像葉子一樣的太陽能板 白天吸收能量 儲存在樹根部位的儲電系統 而這樣儲存下來的電力 居然足夠讓這棵樹每天分三個時段 每次都能展演30分鐘的五彩燈光秀呢 另一頭和太陽能樹相呼應的 還有兩頭巨型梅花鹿 以前這邊是嘉南平原 嘉南平原是梅花鹿的棲息地 但是因為我們人為的開採造成它的滅絕 所以我們的設計意涵就是 希望我們在發展綠能科技的同時 也能夠兼具自然與環保 就如同它鹿角上的風力發電 持續地一直旋轉 就希望我們的發展綠能科技的綠能 也能夠像風車一樣永續不停止 梅花鹿的鹿角是風力發電機組 每小時可以發電1.2度 而不停旋轉的鹿角也意味著生生不息 這個充滿綠意的智慧場域 就在台南歸人的高鐵站旁 我們這一區是沙倫科學森的其中一區 是全名叫沙倫科技綠能科技示範園區 那它顧名思義我們的園區的主則 就是綠能科技 所以我們從就是輔導我們台灣的綠能廠商 它的研發還有適量產 綠能示範園區的大草坪 一般時間都有開放 但研究場域以及剛剛我們去拜訪很厲害的別墅 就得提前預約登記落實防疫 這附近除了綠能科技城 高鐵站旁的凹淚即將開幕 會展中心準備營運 另外還有雙魚學校 預計2023年完工招生 在接下來還有成功大學 將在沙倫綠能智慧綠能科技城 來設立健康園區 也獲得中央的同意跟支持 所以說將來沙倫會變得非常完整 不僅有這個產業上的還有醫療上的還有研究上的還有生活機能上的 這些都是將來沙倫發展無可限量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造證完成了 產業完成了 我們交通生活機能也要更完整 所以我們將來對沙倫智慧綠能科技城周邊的一些道路 還有這個砸台86線的砸道 也都要經過再重新的這個拓寬還有重新的設置 追求經濟發展並且兼顧環保 是大家一直以來共同追求的目標 希望有機會在大台南實現 未來到台南不只吃美食 不只一載京城 也不只安平老街 到北門跟鹽水走一走 相信您會有不一樣的收穫唷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俯虎生風 好運到 好運到啦 希望大家好運連連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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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